下面来听一个遇到故事 我们就知道唯独阴系称医是多么的荒唐 在审判日来到时 主要按公义审判事件 按他的姓氏审判万 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行善的复活得神 作恶的复活定罪 轮到马丁路德时 他高举自己的神学奖章 说主啊 为什么要按照行为受审判 你看 这是我从圣经中领悟到的 手捞坏底 我们不应该按照行善和行恶来受审判 主是有怜悯的 主递给路德一本原文圣经 说 好 你把唯独阴系称医找出来 就算你唯一 路德知道 主的圣经中没有唯独阴系称医 他接过圣经就放下 随即掏出自己的德文圣经 翻到罗马书 对主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 我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 我把唯独添加到这里了 主有丰盛无际的怜悯 主没有责怪路德篡改圣经 主说 你加的好 你既然要唯独以信心称医 那么 你的信心在哪里 你指给我看 路德听到这好 就扭动着灵魂 使劲看自己 却怎么也看不见自己的信心在哪里 就对主说 主啊 对不起 我找不到我的信心 我甚至都不知道信心长什么样子 请你把加尔文叫过来 或许他能找到 因为他讲唯独信心 比我讲得更好 很快 加尔文就来了 主说 加尔文 路德请你帮忙 把他的信心找出来 加尔文来到路德面前 放下手中的基督教药义 就开始仔细审查路德的灵魂 连一丝的地方都不敢错过 就这样看了许讲 加尔文也看不出信心是什么 到底在哪里 两人正相顾无眼 不知所措是 主说 你们是信靠唯独信心的人 我就照你们所信的唯独给你们成全 你们先去外面找信心 找到后再来呼气我 说完 主又指着一大群贴着手捞FID标签的人 说 他们也是你们的门徒 唯独相信唯独信心的人 现在 你们带着他们一起去吧 凡找到信心的 就算他唯一 从此 在外面的黑暗里 或许又多了一群哀哭怯辞的人 我许又多了一群哀哭的 我许又多了一群哀哭的